稍微于笔电出货畅旺再加上绿能的投资获利改善 那么音叶达去年EPS突破了2块钱 展望今年的业绩反而认为由于旗下子公司英华达吃下了小米手机的订单 现在随着小米调高出货量会大幅挹注英华达的获利成长 那么音叶达今年的利基相当稳固了